主料,豆腰150克,主料,马皮10克,胡萝卜160克,盐,油,生抽,虾200克,称醋20毫升,猪鸡肉250克,盛面50克,开水50克,面粉400克,制作时间,两小时以上,豆腰洗净,锅中加水煮备,倒入豆腰猪水,耗老企的豆腰过冷水,切断,用料理机打碎备用。 盛面加入开水,搅拌成薯粉,盆中倒入打碎的豆腰熟盛面,加入少量的盐油合成光滑面团,在光滑面团中加入少量的猪油,马皮,胡萝卜去皮洗净,猪鸡肉洗净,把猪鸡肉,胡萝卜,马皮剁成末,加入盐油生抽调味,小吃安,加入了油生抽调味,取小面团改成周边部,中间厚面皮,加入肉末, 肉虾,把收口收紧,胡萝卜接住现加少量油做垫底,饺子放在上面,大火蒸8分钟,出锅后加入陈醋或番茄酱就可以吃了,烹饪技巧,搅拌成面的开水一定要开的,搅拌后一定是薯粉无力壮大,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感谢观看